少族人口只有800多人 不受外来强势文化及现代宗教影响 至今仍完整保存遂时记忆 祖邻信仰是族人们主要文化核心 但民国60到70年代的德化社市地重画 让部落土地与记忆空间找不到原来的面貌 在我们单准部落人这个量重画 难过悲伤 难过悲伤 市地重画让部落不像部落 士族的祖邻祭祀 只能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举行 部落青年成立护卫队 不让外人影响记忆的进行 有护卫队的时候 阿嬷跟祭祀的话 他就会觉得很平安 土地是文化的根基 守护部落留住传统领域的日月潭少族故事 请锁定3月21号晚间9点 用观点部落进行事 好 好